假如说这些资料我已经做好了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的吗 可以把最后一笔资料 写入到SS资料库去 所以我需要一个SS资料库 可以让我放这资料 那当然等一下还有 在新增资料库 有个比如说叫做 批次 比如说叫 批次新增 到资料库了 等于是说把所有资料都全部 今天的东西全部都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就是全部好了 表示全部 那全部的资料通通帮我放进去 到资料库 那最后当你可以把今天的 比如说你 汇过去之后 再把资料删除掉 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 全部的资料都放到资料库了 大家都汇整到那边去 这样的话来处理 比较 将来如果共用的资料 就全部都集中在那边了 不会说你这边有资料 我这边有资料 到底哪一边才是最后的资料 就会有问题 所以 怎么样可以产生一个 第1个 我们需要一个资料库 那怎么样把资料 这些资料 变成资料库 这里我们需要一个SS 当然 上午里面有讲过了 第1个请各位启动 我们的SS SS部分 这边有一个 我们的 这个 SS SS打开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 一样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那这边注意 建立入境 建立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空白资料库 或者你从这边 这边也可以按新增 也是一样 新开一个新的 档案 然后呢 产生一个空白资料库 空白资料库呢 因为我 刚刚 Essale档案是放在桌面上 所以我也把它放桌面上 记得就是 Essale放哪里 你就放在他旁边 那这样来到你也可以 比如说放在网方上面 你只要网方 指定一个路径 以后也可以 Essale也可以写到网方的 某一台电脑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 只向一个 名称叫防贷 比如说我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 在桌面上 说建立一个那个 防贷.mdb的一个 资料库 OK第1阶段 第2阶段的话呢 就新增 特别注意 汇入资料 因为 这个地方我希望把那个 Essale里面的资料 汇入到 Asses 变成一个资料库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汇入资料 汇入资料表 按确定 再来的话 因为我桌面上 一样是桌面上 会有一个Essale档案 特别注意这个档案 请问务必要是 用XLS的档案格式 就是要另存新档 不要用那个 2007的格式 用2003以前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边有一个贷款计算 这边按汇入 那汇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就说 他会先去帮你检查一下 这个 你给我的一个 这个档案 这边有一个 第一有一些资料不正确 不然按确定就好 那我要怎么汇入进来呢 首先他问你 第一列是不是蓝名 当然是 那你按下一步就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了 因为我们的资料是放在 D E F G H 但是 A 到 C 这三篮不要 所以下一步 然后问你说要储存在哪里 新的工作表 没错下一步 好 那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 A 栏要不要汇入呢 我 A 栏不要 所以特别主要选 A 栏 不要汇入此栏位 特别主要 这个很重要 汇入的一些小技巧 这个不要 所以 这个地方记得打勾 OK 那第2栏也不要 所以第2栏选举第2栏 然后呢 也打勾 也不要 第3栏 特别说这边有个 C 栏 比较不好选 一样不会入 那再往后面看一下 D E F G 都要对 然后可是后面还有一些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在 H 栏后面也有可能有一些 多余的栏位 特别注意也不要 所以 有时候稍微检查一下 也许没有啦 也许有 有的话你就怎样 不会入此栏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以 C 栏要汇到 S 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那你可以利用什么 不会入 栏位的方式 去做一个选取的动作 按下一步 要不要组索引呢 不要组索引 因为我们这资料没有很多 不需要组索引 再来按下一步 那汇入到资料表的资料表名称 我也叫房贷 房贷 OK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 所以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 房贷 名称叫房贷的资料库 里面会有个房贷的资料表 按完成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产生一个房贷的 资料表 不过 可能还要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 五个栏位 第1个 第2个话 就是说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要 如果里面的资料 都不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什么 全部删除 我要清空它 因为有247笔 我先否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有的时候 会发现 其实我们做的资料 只有上面的 但是有的时候 也许你曾经使用过 这些 这些 底下的有没有列 他也会顺便汇进来 这很讨厌 有时候汇进来 这些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他会多一些空白列 那怎么办呢 但你可以先把它选择删除 把它删除掉 因为还蛮多的 有没有这么多 其实大概200多列 你就把它删除掉就可以 或者干脆 里面的资料 全部全选 先把它删除 我们先清空 我只要一个 空白的一个 资料库 里面一个房贷的资料 资料表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资料将来 我希望动态的 就是说 当我按下这个 房贷计算 然后呢 我输入一些值 比如说1500万 假设我今天 2%的利率30年 按开始计算 会新增一笔 那这一笔除了说我可以新增到 Excel之外 我也希望按下新增到资料库 可以把这一笔资料 新增到 SS里面去 那我该怎么做 基本上 这个地方需要 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不过前面是查询 第1个需要一个ADO 因为本来 Excel不能够去存取 资料库的 必须透过一个外挂 叫ADO 第2个的话呢 加上什么 我需要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就是 跟资料库做沟通 必须要个什么的 SQL 这个就是SQL SQL语言里面 要告诉资料库说 请帮我新增 有5个资料 到哪一个 资料库里面 帮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个 要怎么做 这部分的话 是有点难度了 不过 我有把一些 程式的包装起来 那等一下各位可以 可以把它当版本来用就可以了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先试着把那个Excel 汇入到 SS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